我是个大学生 刚毕业 找了份营业性演出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觉得我们村的审查制度 有点奇怪 就各个地方标准都不一样 有些地方 演出的标准 对 就是演出过审的标准 不太一样 我是搞喜剧表演的 然后我负责我们公司申报 报题 对 然后有些城市 它这个过程 我觉得有点反足 我就想不通这个道理 不是 你演出演的是什么类型的演出 那大家知道 喜剧演出 喜剧是演小品 还是演啥 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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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知道 确实是重灾虚 不是 我就笑笑你 不是 哥们我就笑笑你 自己给自己倒什么buff 我笑一下 我想起脱口秀 我想起好笑段子的 你为什么要 我知道 你把那个电风扇关一下 那呼呼的声音 不好意思 就是 但是 对 就怎么说呢 我就感觉每个地方 它标准的声音不一样 这个就 我觉得就 就有问题 有些地方呢 它就是确实手续太繁琐了 啊 就是 紧慎点不行 不 它是 它不是 紧慎不紧慎的问题 比如说 我 我一个 我做一个 它这个 这个 对面需要一个 委托人的身份证 是不是 对吧 然后呢 我把委托人身份证 打印出来 复印件 我给它 是吧 它 它不收 它说 我必须要给你一个模板 你必须要把这个身份证的照片 贴在这个模板上 我才收 对吧 它只收这个形式的文件 对吧 可是呢 提交申请人就有提交 提交表格嘛 对吧 对对对 就 但是别的城市呢 它根本就不需要这么繁琐的操作 我就 我就觉得有点纳闷 所以不需要是好的 呃 我对的 因为不需要的话和需要 它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我把这个委托人的身份证的信息 报给你了 对吧 但是对吧 但是有些 就是这个表格 我觉得大家应该更 就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嘛 至少 对不对 嗯 就是这个标准应该全国统一 现在那个 现在这个这个这个表格 到了每个地方 表格填的不一样 是 那有些表格 就是有些表格 它是硬性规定 就你必须要贴在这 你贴在别的地方 我可以做手啊 首先呢 你还是办事 你办事办的少 就是这叫办事嘛 对吧 对对对 你办事办的少 我告诉你啊 常规经验来讲 针对各个地方标准不一样呢 办事应该怎么办啊 默认选最高规格的 什么叫最高规格 就是你你全国全国表演下来 你认为哪个省份 或哪个城市 是最难的要求最多 添资料最多的 默认以这个 以这个规格为基准 到拿着这个规格的基准呢 就是这这这套文件 到别的上去提交 哦 对对对 这个我可以 这么告诉你 你这种办事就会容易很多 因为啥呢 你在人家眼里面 可能有很多锦上添花 嗯 甚至有一些东西 可能没那么必要 可能有很多话舌添足 这都不是毛病 哥们 这都不是毛病 和我觉得 稍微提子 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形式主义了 那不是 那不是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哥们 这个脱口秀 出事很多吧 是是是 对吧 聊的 甚至我说说白了 严格来说 现在外面厂子 就是在外面厂子里面 天天说东西 你要认真去推销 推销的话 可不见得没毛病 说白了 也没有那么 也没有那么 完全合规 有很多擦边的东西 因为啥呢 因为每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叫演员 不叫讲师 原因是啥 因为你是在演 每一个演员 所关心的点 他所呈现幽默的方式 是不一样 这个你应该清楚吧 对吧 我们往早了说 利不仁 对不对 你看他那个叫不叫脱口秀 他也叫脱口秀 你看他说那个东西适合吗 您说这个是文稿方面的 我说这些可能就是一些 不不不 举办方啊 对我再告诉你 之所以这个东西是个因果关系啊 这是个因果关系 是因为前面有种种出事的 所以后面才会有 有种种繁琐的手续 否则的话你按普通演出 你说今天来了以后啊 我要唱首歌 他要表演个遮跟头 就好了 就没这么多事了 是因为有出事的在 所以后面才会演 所以每个省份才会要求不一样 为啥 因为以前有葛的省份就出过事 所以他现在得更演 合理吧 所以这个是参差不齐 不是很合理的吗 合理 但是我就是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他们给我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 就是并不能影响他这个脱口秀 他这个文本能不能过关 我觉得就更有点像是没事找事 说实也好 如果你如果只是单纯 你是冲审查手续 就是审查流程这个地方 就是说申请举办一个演出的审查流程 如果你单纯只从这出发的话 我还是那句话 拿最高规格去申报 想想想 里多人不贵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哇 明白明白 往下删好删 没必要东西 留着人说 哎呀 资料还挺悬的 这没毛病 你别拿那个最 就是最简单的 说来 要什么事 什么事 往上一轮 好 明天就办去吧 别拿这个最低的做标准 那人们肯定都是喜欢 就是我事最少 我这种这么办 我的麻烦最少 你拿这个当标准 说这个才是应该的流程 你看这多简单 拿成这碗一轮完事 人就都帮你办完了 明天回头说 不行 你得把这表天上 哎呀 真是 费事 整这么多东西 你这个制定标准 什么是合理 什么是不合理 你没制定 那因为前面有那么多雷须 出现问题的这些人 所以谨慎是应该的 不谨慎反而不是常态 对吧 那你现在拿不是常态的东西 认为说 你看这东西才是简单 才是应该的 然后所以谨慎的 变成了非常态 那哥们问题在你身上 那就不在手续身上了 明白明白明白 没错吧 哦 是不是因为你要知道 你说错话也好 啥也好 问题是影响很大的 那所以说 所以说你的这种娱乐方式 被监管的稍微严一点 合不合理 合理的 尤其是出过问题的成分 比如我这么跟你说吧 上上海难不难 难 最难的 结了呗 因为啥 有过力不得吗 那有啥不合理的 但是我就是想不通啊 为什么这个审查的 这个难易程度啊 是决定在 我一定要贴这 不能贴那 就是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这个表达的形式 是无死的形式 我可以这么说 规矩就是规矩 啊 你少规矩 行行行 对吧 谢谢你 好吧 得嘞 得嘞 规矩这个东西吧 就好像我上学的时候 我很好奇 这个本的正面啊 我们教的那个本 作业本就是自己买的 那个那个高纸本 为什么我的大名不能写在 高纸本色下面三个 非得一写在右下角 对吧 为什么非写在右下角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没这个写右下角的规矩 写背面的都有 你信吗 对吧 你你你没事 你说本人只要有名就行 写右下角的也有 为啥 彰显自己标星的意义 彰显自己跟别人与众不同 你你你虽说你是那个正常的 他总得有不正常 所以规矩制 规矩制定出来是制什么的 是制那些愿意走不正常的人路 所以说你也会有一条道 对你来讲问题不大 但对于那个本来想把名写在背面的人 对他来讲就起到了规范作用 所以他叫规矩 是统一标准 就这么简单 哇 好 好